我想这个问题 这个现象的原因呢 是不是应该是 由于这个在这个中外文化交流 还有这个思想交流的这个过程中呢 它可能是这个在翻译上出现的一个问题 因为中国的说法吧 中国的制度叫做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然后把西方的制度呢 叫做资本专政的国家 但是可能是在翻译的时候 把后面那个后一句就没有翻 把资本就是说西方国家叫做资本专政的这个国家 没有翻 只把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翻译了 那专政一翻成英文呢 那就是authoritarian 按照中国的说法 你要把两句全部都翻出来的话 那么就是说 中国和西方呢 都是专制 被中 按按中国的说法呢 都是专制 一个是人民专制的民主 一个是人民民主专制 一个是资本专制的国家 可是怎么翻着翻着 就只是中国是专制国家 而西方变成了民主国家 我觉得有一个可能就是翻译中 出错了 这个翻译就是在这方面的错误呢 就是说我发现了好多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那国外人一看啊 你中国把自己都定制为专制国家了 那你就是专制国家 authoritarian 但是呢 他们就 不会把那个 不去翻译 那后一句 那中国把西方也定 也定义为 就是说按他们的理解的话 那么也中国把西方也定义为 一个专制国家 就是按中国的这个定义方法呢 那中国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 而西方呢 是少数人统治的 不民主的国家 但是西方人啊 这些他这个搞政治 他一直都是这个有钱人统治的 什么法律啊 政界啊 什么经济界的这些 所有的精英呢 他都是有钱的 他越来越有钱 穷人也有一些 就是说少数的 能够寄生于这种领英阶层 但是就是说在 现在呀 就是说从80年 上世纪80年代以后 就是说自从 里根和撒切尔执政以后呢 西方的国家的 这个就是说 这个阶层 就是说阶级之间的 这个流动性呢 也非常的低了 所以呢 就是说 现在就是说 对于穷人 这个能够进 能够进入这个领英阶层的 这个几率呢 就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小了 说错了 越来越小 因为他这个 就是说 穷人啊 他的这个孩子 这个教育 还有这个生活的环境呢 就是对他的这个成长和发展的这个限制呢 就是说非常的大 就是在美国的底层啊 就是说这些人呢 孩子呢 他一般都只能上这个美国的这个公立学校 公立学校呢 就是说 他的这个对于在学术方面的这个要求呢 不是很高 所以相对于斯立学校来讲呢 他就是说 他的这个 就是让孩子成为这个 学历 学历高的 这个进入领英阶层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这个穷人阶层的这个孩子呢 他这个生活环境比较差 在美国的这个生活环境啊 他不不只是就是说你你家里就是说穷了一些 他这个生活环境就是说 穷人所生活的这个地方 他这个犯罪率和毒品也比较泛滥 这里头黑暗的事情呢就很多 所以而中国啊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这个四九年到九十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段时间的话 我觉得中国的那个什么 特别是在就是说 恢复高考以后 还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啊 在这期间呢就是说 中国的孩子 都有受这个教育的这个 平等机会 而且呢 不管是你家里家境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 整个的社会环境啊 还有学校的环境啊 他都比较干 就是说比较安全 最起码就是说 没有这个毒品之类的这种干扰 而且这个暴力现象呢 也是不是没有西方的这么严重 所以呢就是说 中国的孩子我觉得还是 就是说和西方的这个 底层的这个孩子相比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幸福的 也就是说 中国呢就是说 在那个阶段 社会主义那个阶段呢 它的这个就是说 这个阶级的这个流动性呢 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现在在90年代以后呢 就是说越来 这个金钱的这个 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呢 就是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高 然后这个贫富分化呢 也越来越严重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呢 就是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我感觉就是说 把中国共产党原来就是说 用劣势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这个革命成果呢 就等于已经 就是说已经 已经丢掉了 所以呢就是说 你这样就是说 从大的这个方面来看呢 中国的制度 它当时呢确实是 我觉得还是比较民主的 当然它不完美了 还有在这个选举方面呢 就是说 它是通过另外一种选举的方式 当然就是说在 这个人民的这个参政的这个程度上呢 可以进一步的提高 但是这个本身 它这个制度所产生的这个民主效果啊 其实是比美国的这个民主效果 比它的这个要好 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制度 比美国的民主 制度呢 其实是更民主 把中国叫做一个威权国家 而把西方称为民主国家 这个定义是不正确 不成立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学者 或者是有些是国外留学 回去中国的 他们现在就是说 好像每个人在和国外的媒体 还有国外的研究中国的这些专家 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所说的 就是说所做的 对中国所做的评论呢 都是比较负面的 所以这样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呢 现在所以在国外 它对中国的这个制度 还有中国整个的评价呢 就是负面 比较负面 负面的这个程度是比较 比较大的 作为一个就是说 从中国移民到西方的人来说呢 像我这样的来说呢 我感觉非常不舒服 我经常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感觉他们就是 对中国简直就是污蔑抹黑 但是你要追究这个根源啊 这个根源很深 就是说翻译方面出的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说 这个专家教授 还有这个留学人员 还有留学回国的这些人员 他们所自己 就是说这些中国人 自己对中国的评论呢 也是一个根源 所以这个问题啊很大 你光凭外交官 还有 所以啊 你真正的看这个美国社会的话 他虽然说是一人一票 可以就说选举政客 好像有一般的那个群众啊 就是说人民啊 他有选举的权利 好像这个政治权利就得到了保证 但是呢 你如果看他的这个经济方面呢 那有钱人显然非常的占优势 那么你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那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经济方面的这个正义没有 这个社会正义没有 你在经济方面这个权利得不到保障的话 那你的那个政治权利 即便是你投票 那个权利呢 也是空的 我在美国住了 现在差不多有12年多了吧 我觉得我的投票 没有多大关系 对我的生活来说 没有太大的关系 反而就是 我觉得 我投了一票 反倒就是 给人家就是替人家 等于说替人做嫁衣的那种感觉 就是说别人如果被选上了 然后就是升官了 就发达了 然后他越做官越大 然后钱挣的也多 然后美国的政客 他的待遇也非常的好 而且一般来说呢 一选上 选一次 除了总统之外 其他那个低一些的那个政客 他就是 一直 只要一旦选上 他摸清了这个套路以后 他就连选连选 然后呢 就是说从低级往上 一直往上走 然后他的工资啊 待遇也越来越好 他也就进入了这个 美国的领英阶层 然后一般的小民 有多少好处呢 选了谁 就是说一届一届的 换了总统 换了这个白宫的 这个白宫的这个人员 还有这个政客的这个交界啊 对于这个一般的民众来说呢 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现在呢 很多这个就是说 美国的学者也开始承认 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 已经不是民主制度了 它更像是一个寡头政治 或者是精英政治 跟那个贵族社会 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了 那么回过来 我们谈一下那个中国原来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 那从这个小孩的这个发展来就说 来看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在农村的 还在和在城市的 你学习好的 只要你能够在学校成绩好 能够通过这个上学呢 这是一个渠道 就是让你往上走 改变命运的这个机会呢 几乎是同等的 当然中国那个制度 也不是说是十全十美的 但至少呢 就是说一般家庭 就是说一般家庭的人 孩子啊 他有较为平等的 进入这个精英阶层的这个机会 比如说像我是在农村出生 长大的 那么我们农村的这个条件比较差 但是学校里面 在学校呢 你和城市用的那个课本是一样的 即便就是农村的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但是书本上就是那些东西 你只要把那些知识点都掌握了 你和城市的孩子的这个 只要你在智力方面相当的话 所以你们之间的这个竞争力呢 就是说基本上是相当的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觉得中国就是在九十年代以前呢 他的确是有这个机会 平等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优势 那我们当初 我当初我们在 就是说农村的出来这个孩子 和城市孩子相比的话 就日子比较苦 但是我在国外住了 这么多年以后呢 我发现 哎呀 那个美国的这个穷人的孩子 还更苦 他们经常遭受这个 犯罪和这个毒品的侵害 比我们 就是在美国的这种低收入的 这个街区啊 就是说居住区啊 他你犯罪率高 还有这个毒品泛滥 就是特别是吸大麻的 这个人比较多 而且呢 就很多吸大麻的人呢 他不避开孩子 就是说那这个孩子 你如果他 就是间接的吸入了 这个大麻的话 那么对于他的这个 脑子 就是说 是有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的 会影响这个孩子的记忆力 还有这个注意力 也会影响这个孩子的这个 智力 智力发展 所以啊 很多孩子也会出现 就是说被定为是 就是说是低智力啊 或者是什么 就是说精神不正不正常 就属于精神方面 就是有残疾的这种 那么这样就极大的限制了 这些孩子的前途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我 就是在现实中呢 我经常看到 就是说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或者是不知道是不是夫妇 反正一个男的一个女的 那男的就抽着大麻 然后那个孩子和妇女就跟在他身边 那这俩人间接的吸入了大麻以后 那他也会出现那个 就是说吸大麻 吸食大麻后的这种症状 所以啊 就是说美国这个 处于就是说 这个底层的人民呢 就是说儿童保护方面呢 这个 所以你说 你说这种 就是他经常时不时的 就是间接的 被迫的间接吸食 吸食了大麻 那你说这样在学校 能学习吗 学习肯定成绩不行 所以呢 这也就是 就是说现在 你就是说在美国这个 从穷人 能够上升到精英阶层 所以他这个几率呢 就非常的小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穷人的孩子 进入精英阶层的 几率小 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 就是说 你这个穷人啊 你这个社交圈不一样 所以以后找工作的时候啊 你就是说 好的工作啊 就是说也很难申请得到 你比如说你在 在美国啊 好像说的是 都说是 哎呀 美国是很 很重裁的 但是 有些你比如说 科学家的这个工作啊 搞科学研究的这种工作 那当然不会靠关系了 但是很多 比如说像什么商界的工作啊 这个什么董事啊 什么就是说赚钱这方面的 这些机会啊 他很多都是通过关系的 你现在查一查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客的这个家庭 他有好多人 比如说 美国现在这个拜登总统 还有这个前两天窜台的这个 呃 佩洛西的这个 他们的孩子都在 一个有的是在呃 乌克兰的那个大公司 就是说拿一份非常轻松 但是特别高薪的工作 然后据说佩洛西的儿子 也在中国的某一个公司啊 他就是担任什么董事吧 就是说不用干活 但是他拿的钱特别多 就是这种靠裙带关系 还有靠这个 呃 关系 来赚大钱的那个 就是说穷人啊 还有精英阶层的这个人啊 呃 他这个机会呢 就越来越多 呃 而穷人呢 因为你这个社交圈限制了你 所以 一般来说 你都是工薪阶层 而且从工薪阶层到 这个顶应 领应阶层呢 你这个 就是说难度 就相相对来说大了 即便你就是往上升呢 也是呃 有限的 但是人家那个有钱的 呃 还有有权的 有名的这些人呢 他这个赚钱呢 就越来越容易了 所以这个贫富差距呢 也越来越大了 所以啊 中国啊 就是说 如果我们看这个 四九年到 九十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 这一段时间的话 我觉得中国的那个什么 特别是在呃 就是说 恢复高考以后 呃 还有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啊 在这期间呢 就是说 中国的孩子 呃 都有受这个教育的这个 呃 平等机会 而且呢 呃 不管是你家里 家境怎么样 但是就是说 整个的社会环境啊 还有学校的环境啊 他都比较干 干 就是说 比较安全 最起码就是说 没有这个毒品之类的 这种干扰 而且这个暴力现象呢 也也是 不是没有西方的这么严重 所以呢 就是说 中国的孩子 我觉得还是 呃 就是说 和西方的这个 底层的这个孩子相比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幸福的 也就是说 中国呢 就是说 呃 在那个阶段 社会主义 那个阶段呢 他的这个 就是说 呃 这个 阶级的这个流动性呢 呃 还是比较 大的 但是现在在 90年代以后呢 就是说 越来 这个金钱的 这个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呢 就是越来越 越严重 呃 越来越高 然后这个 贫富分化呢 也越来越严重 所以 现在 这个中国的这个 社会呢 就是说 已经出现了 很大的问题 呃 我感觉就是说 把中国共产党 原来就是说 用劣势的 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这个革命成果呢 就等于 呃 所以呢 就是说 你这样 就是说 从大的 这个方面来看呢 中国的制度 他当时呢 确实是 我觉得 还是比较民主的 当然 他不完美了 还有在这个选举方面呢 就是说 呃 进一步的提高 但是这个 本身 他这个制度 所产生的 这个民主效果啊 其实是比美国的 这个民主效果 比他的这个 要好 所以我认为 中国的制度 比美国的民主 其 呃 制度呢 是 其实是 更民主 把中国叫做一个 威权国家 而把西方称为 民主国家 这个定义 是不正确 不成立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 有很多的 这个中国的学者 或者是 有些是国外留学 回去中国的 他们现在就是说 好像 每个人在和 国外的媒体 还有国外的 研究中国的 这些专家 打交道的时候 他们所说的 就是说 所做的 对中国所做的 评论呢 都是比较负面的 所以这样 一点一点的 积累起来呢 现在 所以在国外 他对中国的 这个制度 还有中国 整个的评价呢 就是负面 比较负面 负面的这个程度 是比较 比较 大的 作为一个就是说 从中国移民到西方的人 来说呢 像我这样的来说呢 我感觉非常不舒服 我经常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感觉他们就是 对中国简直就是 污蔑 抹黑 但是你要追究这个根源啊 这个根源很深 就是说翻译方面出的这个问题 还有一些 就是说 这个专家教授 还有这个留学人员 还有留学回国的这些人员 他们所自己 就是说这些中国人 自己对中国的评论呢 也是一个根源 所以这个问题啊 很大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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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by bwd6